东奥老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对教材的第五章 这个重点章节 也是难点章节 做一个总结 我们的总结分成三个部分 这个三个部分和我们讲知识点的顺序调了 这是一个什么顺序 这是我们日常工作当中 在运用第五章的知识点的时候 你运用了先后的顺序 也就是我们做工作从前到后 正常的它的一个顺序是什么 第一步算这个项目 或者叫预测这个项目的经济流量 第二步算这个项目的折现率 然后流量和折现率有了 那就可以算各种各样的指标了 比如说经线值 比如说内含报酬率 比如说回收期等等 这个样子就可以用来进行项目的评价 那么评价完了之后 这个项目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不是说你经线值大于零就一定做了 我说不是一定就做 在实践当中 你要进行敏感分析 当个指标变化之后 你的经线值会不会一下就转负了呢 你要进行最大最小法 或者是说敏感程度法 这种分析去 好这就是我们工作当中运用的顺序 也就是我们帮大家总结了这个顺序 因为符合你工作当中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换成这种流程 这种顺序来讲了 第一部分流量和折现率 到底应该怎么计算 首先我们来看项目三类流量 哪三类流量 是损益类 营运资本类 长期资产类 这个三类 我在前面讲课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 说到过这个三类的 这个名称 这个损益类就是之前所说的叫运营类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分析 不是说我高兴这样分析 它这样分析它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是 它跟我们第二章当中讲的流量 现金流量 它是对应的关系 我们公司的现金流量 所谓实体现金流量 等于什么 等于毛流量减去经营运资本增加 减去资本支出 这个是实体现金流量 实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它其实英文的这个原因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公司的现金流量 那么营业现金的毛流量 就是我们这里的损益类 或者之前我们这个讲课的时候 说的运营类 就是这个 没有差别 完全一样 那么减去建议营运资本增加 那不正好就是营运资本类的现金流量 减去资本支出 那不就是说的是长期资产怎么投 怎么回收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第五章的现金流和第二章的现金流一样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二章说的是公司 第五章说的是项目 他们对不同的主体 都在分析他们的现金流量 分析的手法 最后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一样的 都是毛流量和另外两块是合 当然那个两个块表现出来 你如果你的规模在扩大 今天营运资本是在增加的 是要什么扣减一块 资本支出你如果规模在增大 你也要什么在流出 所以也要扣减一块 就是这三块拼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分成三类 本质上是受到第二章 实体经济流量这个公司的启发 也是它确确实实分成这个三类 它是合理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把这个三类现金流量 套到我们的时间顺序上 这个时间轴上 在我们的建设期建议期和寿命期末 它的表现和哪一些不一样 或者是说 说得更加直接一点 这个损益类的现金流 发生在哪个阶段 长期资产类的现金流 发生在哪个阶段 这个你得熟悉 我们来看 在建设期的时候 你肯定要买这些长期资产 不论是厂房设备 还是说什么专利技术 这些都是 所以你一开始你要买 那么你一开始买 等你项目做完了 你肯定要把它变现 所以在一头一尾 都会有长期资产类的 现金流量 一开始是买 最后要有设备变现 但设备变现不难 它只会告诉你的 关键是它的这个税务影响 它到底是什么 这个税务影响 我们要算的是一个现金流量 它是拿什么和什么比 它是拿你的变现的这个金额 和你的账面的价值去进一比 变现的金额大 说明你在变现的过程当中赚钱了 你既然赚钱了 你就交点税了 交税就是现金流出 反过头来 你如果变现的金额 比你的账面价值小 那就是在变现的过程当中亏钱 亏钱了 就让你在其他地方少交点税 就是底税 底税就是现金流入 所以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在建设期和寿命之末 还会有什么 现金流量 营运资本类的 一开始营运资本要垫出去 比如说你先开个店 先开个店 你货架如果都是空的 会有人进来买东西吗 不会 所以你货架上一定要堆货 摆货 铺货 术语叫这个业内的 行业内叫铺货 所以你在铺货的时候 一定是电营资本的 建设期的时候是电 那么最后呢 我不完了 我把我这个店整体盘给别人了 那相当于这个 当初铺的那些货 当然中间可能会发生 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吧 铺的那些货的金额 可能增加 可能减少 那么在我打算不完了 整个店 整体转让 那么这部分 电的这块营运资本 我就收回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头一尾的 当然它的变化在哪里 变化就在于 在这个运营期间当中 我的这个营运资本 垫出去的金额 它可能一直是在不停的变化 这个都是有可能 不同级可能考的不一样 好 我们讲了两类的 新型额额 还有一类没有说就是什么 就损一类 损一类的只能发生在什么 只能发生在经营期 可以有好多种算法来算 三种算法 随你挑 损一类就是增量税后收入 增量税后成本费 平成 好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损一类的三种方法 哪三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毛流量到底怎么算呢 可以有直接法 营业收入减去负现的成本费用 减去所得税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涉及现金的 就是所有涉及 现金流量的 种类 条目你把它挑出来 看看它的总体的加总之后 是多少 这个就是毛流量的 第一种算法 直接法 第二种算法叫做间接法 进阶法就是我们在教材 第二章的时候说过的 等于税后进行进入 加回这就很强 没有要补充的 就是这个 第三种方法是我们的考试 公布的这个答案 很喜欢用的 叫税后流量的这种方法 它等于收入乘上一减税率 税后的 减去负现的成本费用乘上一减税率 加回这就乘上税率 所以是加DT 其他的呢 就是收入跟负现的成本费用 都是税后的 所以这个是三种算法 你在考试当中随便你用 那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还有一道题 三种方法全给你列了 那个答案是13825的那个老题 你可以去琢磨琢磨那道题 你究竟最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都行 好 这个里面我们牵涉到一个参数 叫做折旧 那么折旧 它是算的会计折旧呢 还是税法折旧呢 注意它算的是税法折旧 那么在税法折旧 它的这个年限怎么取呢 考试的时候 你就按税法 它说的折旧年限是多少 就行了 尽管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再有一讲算门展开来说了 对吧 在附录里面详细的说了 感兴趣的同学 你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刚才是毛流量 现在来看营运资本类的 营运资本类的呢 你要有个大体的概念 就是年末就要年初 你的营运资本如果是增加了 哎呀 营运资本是什么 你就好比举个例子 存货增加了 你说你钱是多花了还是少花了 当然是多花了对吧 多花了就是流出 如果你年末就要年初 营运资本减少了 那就是收回了 所以就是什么流入 我们这里举个一般的例子 以开始运营为零食点来算 好 你看我们一十点二十点 它都有增量了这个收入对不对 那么营运资本的下标 就是每个十点就是它的那个下标 这里考试的时候可能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零十点的营运资本 是和一十点的这个收入挂钩的 一十点的营运资本是和二十点的收入挂钩的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营运资本是支撑收入的 那么我要准备支撑下一个期间的收入 所以我在上一期的期末就要把营运资本准备好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直接的 这个当年的 当年的支撑当年的 这是两种假设 不同的假设 那么至于考试它具体采取哪一种假设 那我没办法说 你只能是依其目的要求去做 好 你这个一般化的这个营运资本都写出来了 这个之后 那么你算现金的状况就简单了 零十点如果你咔一下子就要摆个十万的营运资本 所以你的现金流肯定是流出出来 那么一十点呢是W0减去W0 所以这个只是一般的公式 你这个公式要不要寄不用寄 你就想到底你判断 你这个营运资本的现金流是增加还是减少 怎么判断就在这里 你到底什么是营运资本 你就拿重货来举例 哦重货的数量增加了 都是付过钱的 这个营运资本都是付过钱的 重货的数量增加了 说明我付的钱多了 那就是流出啊 是吧 流出了多少呢 就是那个打叉数 所以你就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理解记忆了 好再来看长期资产类的现金流量 总共三类对吧 毛流量说过了 营运资本类的说过了 这个是长期资产类 根据税法则就计算长期资产的税法净值 如果高于变现收入 前面我们说的是变现收入跟税法净值比怎么样 好现在是税法净值高于变现收入 说明你卖亏了 卖亏了 有损失 有损失就要抵税 有抵税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少交点税 少交点税相当于是你有的款流入 所以就是这个怎么样一步步推过去 你脑子一听慢一点慢一点没关系不影响 这个地方你稍微慢个五秒十秒钟 分数拿到 这个符号放对了最关键 那么反过头来 如果税法净值低于你的变现收入 说明你卖多了 卖多了说明你挣钱了 挣钱了就要交税 交税就是现金流出 这个样子你去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重点看什么 这里分成购置新社会和沿用旧社会两种情况 那么在购置新社会的时候 在建设期呢就是花一笔钱 那么在期末的时候 变现收入以及税务影响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变化在于沿用旧社会 沿用旧社会在 寿命期末旧社会变现和税务影响也没什么 关键在期初 建设期的时候 它是沿用旧社会相当于你可以把旧社会卖掉 你还没卖 所以你如果卖掉的话有一笔流入 但是你没有卖 所以这笔流入没了 所以就相当于你有一笔流出 所以它是一个机会 那么反过头来 如果你卖掉了 你就会有一个什么 你就会有一个税务影响 税务影响到底是挣还是负 流入还是流出 你要自己判断去 那么你现在没有卖 那么这个税务影响也没产生 所以在税务影响上也有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访问清楚 这个地方符号极有的一错 要想清楚了就是 那么具体是怎么做的 我们前面有题目 具体给大家已经讲过 所以你一定要回去 把那几个题给琢磨清楚了 不是说我这个地方 我要自己做做错了 老师一讲我明白了 好好好过了 我明白了 下次再来你还会吗 一定要自己想清楚了 为什么这个旧社会在建设期的时候 这个机会成本变现和税务影响 到底是怎么计算 好 前进流说完了 接下来折现率 折现率就是可比公司法 可比公司法说白了 就是卸杠杆和加杠杆 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一脚跨到一个新的行业里去了 我们说行业不同 经营风险显著不同 做农业的和做工业的 和做服务业的 显著不同 所以你既然一脚跨到新行业去了 那么你要在算beta的时候 你要让它的经营风险差不多 你只能去新行业里找公司 对不对 你在老的行业里找公司 经营风险永远不一样 所以你只得到新行业去找公司 怎么找呢 非上市公司你能看到它的数据 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去新行业找一个上市公司 可比的 所以这个时候经营风险成了 但是你找出来的那个上市公司 它有它的资本结构 它有它的财务杠杆 它有它的财务风险 所以你把它打掉 打掉之后 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国安利用市场负债表 又是全部是权益的情况 实际上你看到国安利用市场负债表 左侧的这个经营风险是多少 所以这个叫卸钢 卸完了之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代表那个新行业的 经营风险的 而纯的 没有其他财务风险的 这个败他数 那么你再把什么 你再把你要用的这个资本结构 把它加上去 加的是 那个公司不是了 加的是你要用的 这个目标公司 你要用的 这个新的财务杠杆 财务风险就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就变成什么了 加上去之后就变成 代表那个行业的 经营风险的 正好又是我马上要用的 那个资本结构的 财务风险的那个败他值了 这个一卸一加 是这么个过程 有了败他 再算股权成本 和加权的成本 这个是跨入性行业 还可以不跨入性行业 还在原行业里面 但是呢 它的资本结构变一下 所以还在原行业里面 那就是自己的了 对吧 那就是把现在的 这个财务杠杆把它去掉 那就去掉之后 就变成 现在的这个 不带财务风险的 直几线经营风险的 那个败他值 我们说去掉杠杆之后 然后你再加上一个 你马上要用的 那个新的资本结构的 财务杠杆的财务风险 这个样子就提醒 原有行业的 你打算马上要用的 那个资本结构 或者财务杠杆 或者财务风险的 那个败他值了 好 有了败他值之后 再来股权的成本 和加权的成本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具体的公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 框框也说的 千万你别记书上的公式 太乱 分子分母很有可能 最后你自己都捣不清楚 这个统一的 权益成败他权益 等于定义资产成败他资产 权益是什么 就是益 定义资产就是益加上D 注意有个小尾巴 乘上一减T 为什么 好比是你定义资产的时候 不仅仅是股权和债务的这个价值 债务的价值 你要考虑它的抵税作用 所以你要常常一减T 就是这里变化 唯一的变化就在这里 只不过这里呢 你要想的是 经营风险不同的时候 你卸的是谁的杠杆 卸的是那个上市公司的杠杆 所以你要带进去的一串数字 是那个上市公司的一串数字 一串数据 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你马上这个公司 马上要用的新的一串数据 所以你加杠杆的时候 再拿这个公司来算的时候 是你这个公司马上要用的 资本结构的数据 所以卸杠杆的时候 你是知道的是定义资产 权益和β权益 求出了β资产 这个是卸杠杆 加杠杆再加回去的时候呢 你知道的是定义资产 β资产 权益 你最后要求的是一个β权益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 用的是谁的数据 卸的是谁的杠杆 加的是谁的杠杆 好反过来就是第二种 财务风险不同的 你把你自己目前的 那个内串数据的财务杠杆把它卸掉 然后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你马上要用的 这个杠杆杆 那么给大家看过一个考级对吧 你看卸杆杆加杆杆 它没有卸直接是往上一步加 因为它直接给你的是β资产 所以这些都是小变化 你不要就觉得 一定是要先卸再加了 对吧 你直接给你个β资产怎么玩呢 说明它已经卸过了 已经干净了 所以你直接加算杆就结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先见流怎么来 折现率怎么来 那么有了这两个参数之后 都已经决定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五章第二节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章一开始 两个讲所说的项目怎么评价 主要指标辅助指标 注意 三个主要指标 三个辅助指标 说的都是什么 说的都是评价独立的项目 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看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这三个主要指标 限限值 现金净流量的限值减去 原始的那个限值 限值指数呢 把减改成除 内含报酬率呢 是令我的经限值为零的时候 我要用哪一个折现 这个是三个主要指标 然后这里呢 是什么三个辅助的指标 但是都是说的是什么 评价单一的独立的项目 好 回收期 回收期就是你开始投了一百万 后面每年收二十万回来 几年 五年收回来 就是你的流量的 净流量的这个累计数 等于初始投资额 不考虑 波比时间价值 那么折现回收期呢 就是限值的累计数 等于一开始的这个限值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会计报酬率 是年 平均净利润 去除上资本占用 资本占用呢 有两个定义 它既可以等于原始投资额 也可以等于原始投资额 加上投资净残值除一样 那么投资净残值到底怎么算 不知道 题目如果要考题目一定要告诉你 那么到底是用定义一还是定义二 不知道 要考题目一定要告诉你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 好 那么独立项目的评价方法 就是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三个主要指标 和三个辅助指标 我们分别来看 刚才是介绍了这六个指标 那么评价单一项目的时候 独立项目的时候 你看三个主要指标 它的结论是一样的 经线值大于零的时候 就是限制指数大于一的时候 就是内涵报酬率 大于资本成本的时候 所以什么 取值取到这个值的时候就做 反过头来就不做 等于的时候呢 等于零 经线值等于零 限制指数等于一 内涵报酬率等于资本成本 可做可不做 那么它要在客观词里考你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考A 它的各种指标 它有什么优点啊 缺点啊等等 你要明白 比如说 见线值它的优点是广泛适用 理论非常完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五章的时候 算见线值对吧 然后你想想看第三章那些 算价值 其实也是算了一个 是一个什么 见线值对吧 第八章的时候算价值的时候 其实也是算了这个指标 我们很多时候地方都是 我要这个指标才见线值算的 就是它的优点 发展的很充分了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是一个绝对数 刚才定义指标的时候 就是减号 它是一个绝对数 所以绝对数不能比较 投资额不同项目的优劣 也就是说规模不同的时候 没法直接比 就好比你静大 还是我静大 对吧 咱俩体重不一样 举重比赛还要分级别了 所以就是什么 绝对数不能直接比 那么为了克服这个不能直接比的缺陷 所以引申出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主要指标 如果第一个指标 见线值 敬善敬美 还会有其他指标吗 不会了 永远不会 正是因为它不是敬善敬美 比如说规模不同 没法比 怎么办 我就弄出两个可以比较投资 而不同时候 谁好谁坏 金字指数 美行报处率 它是相对数 就可以来比了 所以相对数比的是效率 绝对数比的是什么 收益的绝对金额 那么我们再来看底下两个 折现率变化的时候 内含报酬率有影响吗 不影响 为什么 因为内含报酬率是先天流量 摆在那个地方 你自己找一个折现率 让他们的什么算出来 金字为零的那个时候 所以你随便你折现率 怎么变了 影响它那个解放城 那个等事 会影响 所以内含报酬率 不影响不同项目的排序 但是呢 净现值和限制指数呢 就影响了 为什么 你算这个净现值的时候 是不是把每个位置上的 这个先天流量 把它折现回来 那么如果距离零时点近 受到折现的影响就小 距离零时点远 受到折现的影响就大 好了 你现在折现率一变 它的先天流量不太 前后不一样 所以它折现就会产生变化 限制指数也是的 距离零时点近的受影响小 距离零时点远的受影响大 所以你这个时候折现率一变 就影响了不同项目的 经验值和限制指数的一个排序 好 最后来看项目期限差异的问题 期限的差异造成什么 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距离零时点近 还是距离零时点远 这个刚才折现率一变 它都能有影响了 现在你期限一变 你折现率不变也会受影响 是吧 所以期限三年的 折回到零时点 和期限五年的 折回到零时点 天然的它就不一样 因为你向前折的那个次数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如果这个期限有差异 就是它的现金额的分布 不一样的话 这就是经验值和限制指数 是没法搞的 那么那盘报酬率 为什么 它不受影响呢 因为它还是那句话 它自己找了一个折现率 令它的什么 令它的那个 相当于求的那个 尽限值为零 所以跟你的其他的那些东西 是没有关系的 它能自己解它的 自己的一个方向 解出来的东西 高的就是高 低的就是低 好 所以这个是三个主要指标的 比较的这个表格 然后再来看三个辅助指标 回收期 折现回收期和会计报酬率 先来看回收期 回收期 优点 这算简单 好 100块钱 投入 每年收回 三 这个20块钱 几年回收 五年 很简单 也很容易 大几评估流动性 几年回本 五年回本 风险 五年回本还行 三年回本的流动性 肯定更好 风险肯定更小 八年回本的流动性 肯定更差一些 跟五年比 都是 风险肯定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是优点 那么有优点 必有缺点 什么缺点 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没有考虑回收期以后的 现金流量 就整个寿命期末 寿命期间的 影响情况 你不知道 有可能它回收期很长 但是回收期 回收完了之后 爆发了 这种项目呢 你有可能就什么 就被你毙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领导公司 接受短期项目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讲过一道题 就你算下来 它动态回收期 4.13年嘛 好像是 然后呢 他说 我只接受动态回收期 三年以内的项目 所以你就引导公司 接受了那个短项目 战略性的长期项目 长期项目 它有战略性 现金流量回收比较慢 但是你一旦在这个领域 有你的一席之地之后 那个利润不得了 所以你反而在这 回收期的这个概念下 你把它放弃掉 所以它有缺点 那么你不是没有考虑 货币的时间价值吗 我能不能考虑呢 考虑就是折线回收期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它的缺点有没有 当然有 但教材上没提 但是我们比照回收期的 第二个和第三个缺点 看看它存不存在 没有考虑回收期以后的 新金流 没有考虑 整个寿命期间的 一个情况 对啊 它也是适用的 所以教材上虽然没有提 但是左边的这个 第二点 仍然它是有的 这个缺点 左边的第三点呢 引导公司接受 短期的项目 放弃战略前 长期的项目 这个缺点也是有的 对吧 你只看折线回收期吗 那个比如说 4.13年的 不就被你逼掉了吗 你还是去看 那个短的项目 对吧 好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会计报酬率 会计报酬率呢 其实跟其他的指标呢 有点不太一样 它首先也蛮简单的 年度的平均的利润 除上一个什么 资本的占用 我们理解 数据在报表上 拿一拿就行 前面两个你都说 他们没有考虑 项目寿命期的 整体的一个情况 现在你考虑了 不是整个寿命期的 平均年度的利润吗 去除对吧 所以考虑了 然后它对报表的影响 也很清楚 是吧 因为就是你从报表上 取的数字 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 确定是什么呢 好 你也没有考虑 货币是人家 没有考虑利润 和现金流的区别 你直接拿利润 来充当现金流 来进行评价 是吧 因为其他你看 这个都是 拿的是现金流 现金流量 在进行评价 你看这个回收期 现金流 呈现回收期 把现金流折现了 然后我们刚才 三个主要指标呢 经线值肯定是有现金流 对吧 经线值数有现金流 那个内含报酬率 也是涉及到现金流的 就它一个指标 它是没有用现金流来考虑 这个是它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确定 好 三主 三副 说的都是独立项目 就单个项目 怎么看 那么现在如果不止单个项目 俩 互斥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这个就叫互斥项目 怎么选 那么我们有六个指标 对吧 六个指标 我怎么看 我拿两个最最主要的指标 就是NPV 经线值 和内含报酬率 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来看 它们的评价结果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 那就行 重启结果 对吧 如果不一样 就是经线值的评价和 内含报酬率的评价 各不相同 那么这个时候 看你们的寿命是不是相同 寿命同 选经线值大了 所以其实就是告诉你 我们什么 就是NPV 其实是第一指标 当然没说 这个第一指标 只是说它什么 用的最多最广泛 不是说所有的都用它 那比如说寿命不同的时候 共同连线法 或者等个年金法 寿命不同 我就把你捅起来 共同连线 等个年金 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经线值 划到 平摊到 这个平摊打引号 因为它除了是什么 如果是带这个时间价值的 除了是这个年金限制系数 它是把它分配到这个期间段 所以这个是两种方法 这个是互斥的这个项目 那么既然你要用到 共同连线法 或者是等个年金法 它没有考虑通胀 带来的成本上升 比如说一个两年 一个三年 共同连线六年 就相当于你不停的重置它 两年做完了 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那么两年之后 它的价格 成本价格 设备的价格 还是这个不知道了 对吧 通胀带来的影响 某期行业短期内的技术进步 不可能原样复制了 是的 你的项目 两年前 你还在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现在找到新的技术平台 就出来了 不可能 你不用复制了 已经不值钱了 第三个 所有行业长期看 竞争都会使利润变差 不可能你一直垄断了 这个技术总会是 它不停的什么 迭代了这些 所以这个是他们 共同的确定 要注意 这个地方也是考过几次选择题 去年 就是21年也是刚刚考 好 一个项目怎么看 三组三伏 六个指标 俩项目怎么看 有一个决策数 就刚才说的 那么总量有限 我就有一个亿 我怎么投呢 这个是预算总数的约数 那么你就把 一共有多少种投资组合的 这种可能性 你把它列出来 选一个 反正你就一个亿 你就选一个 能让你挣钱最多的 经验值最大的一个组合 进行投资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以知现金流 和折现率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进行项目评价 当然也要分析情况 一个项目 还是护次的项目 还是资本总量有限的情况 那么你想想看 这会到了哪里的 现金流也算了 折现率也算了 然后用指标也评价过 那么这个项目 究竟做还是不做 你还缺一步 缺民而回事 因为你说的 这些个指标太多了 在实践当中 每一个你估的 都不可能准 那么都会产生偏差 那么一旦产生偏差 那是我这个偏差 偏一点点不影响 最好了 对吧 我成本变化个5% 10% 倾献值基本不变 这种项目可以 那你如果成本变化个5% 变化个10% 那个叫什么倾献值 早就已经天翻地覆了 那就不行 你要考虑清楚了 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敏感分析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我们的 最大最小方法 它是指什么呢 成本上升的时候 成本上升 经理润就下降 新年流下降 这个竞现值下降 那么我就问你了 你成本可以上到什么程度呢 上到什么程度 你的竞现值什么 将将为零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极限 就是你能接受这个成本的极限 成本再高就不行了 所以本质上是令竞现值为零 你去求参 求那个指标去 求那个参数去 我们也讲过 课堂上也讲过几个题 如果是固定资产的原值发生变化了 它影响零食店的现金流 它影响折旧抵税的现金流 它影响期末处置的时候的税务影响的现金流 好几个地方都在影响 你在列方城的时候 你要考虑清楚 如果是中间某个单位成本的一个变化 那么它在整个经营期 它都会对你有影响 如果销量不变的情况之下 列市值相对减弱 对吧 这个说的是最大最小 那么敏感程度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这个成本上去一点点 对吧 我知道我的经纪值要下来 下来多少 下来多少 这边上升1% 你这边是下降1%呢 还是下降小于1%呢 还是下降远大于1% 这是你要告诉我的 所以它最后用经纪值变化的这个百分比 这个变化的百分比 变动的百分比怎么做 后来的减去原来的 除上原来的 这个是变动的百分比 所以是有可能出现负数的 知道吧 负数代表什么 负数代表 它什么 它的这个变小了 变动了百分比 经纪值变小了 正是说的经纪值变大 是吧 那么再除上这个特定变量 变动了百分比 就说明是反向 什么反向 成本上升1% 经纪值下降1% 所以变动百分之1 负百分之1 除上百分之1 最后除出来是什么 是负1 负1就代表 成本变化一份 经纪值反向变化一份 所以这里的最后敏感系数的正负号 是代表这个参数和你的经纪值是正向的关系 还是反向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提前说16章的那个结论 绝对值大于1是敏感 绝对值小于1是不敏感 当然我们说第五章这个地方考 敏感分析你可得小心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太多的东西算下来了 你得看看自己算对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算对的可能性不大 节省点时间吧 敏感分析你得做了 反正前面已经错了 这个地方你再算也是错 是吧 好到这里 我们所有第五章的内容 就给大家说完了 实践当中的顺序 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时候 那个顺序 先求先进流 再求折现率 在指标进行判断 然后敏感分析 当然讲课的时候 是顺序 按照书本长的顺序 有一些调整 第五章的知识点很多 也比较杂 知识量也相对比较大 希望同学们 要注意 要理解 要消化吸收 然后轻松过关的提 章节练习 千万不能不做 一定要听一张的课 做一张的题 把你的错识再消化吸收 这个样子的学习备考 才是有效的方式 千万不能是说 我其实也不怎么做 或者就看看 大几张看看 不行 你那个样子肯定效果会很差 好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的时间 把第五章所有讲的内容 再好好的理解理解 然后把你的错识 再好好的去攻击课难去 要体会你的这些错识去 然后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本章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章要开始 第七章 七拳的学习了 谢谢大家